很多人都聽過布拉希 不只聽過你自己就吃過布拉希吧 沒吃過的舉手 為什麼說你要是吃他就是在積業障 某家韓式料理裡面就有布拉希吃過飯 說實在味道還不錯 我也在積業障 所以有人說沒吃過的很好 有吃過的從現在起不要再吃了 布拉希到底是什麼魚 你不用擔心布拉希這種小到不可名狀的小魚 會出現比沐魚冒充血魚的問題 布拉希不是一種魚啊 現在流傳最廣的說法是 布拉希其實是200多種魚的魚苗 包含飛魚、蹄魚、青魚、沙丁魚等 相關產業在日本、地中海、紐西蘭等也有 其實重點不是100種還是200種 它就是魚苗 所有的魚小時候都長這樣 像是脊椎動物胚胎發育的過程 都長得很像 管你是鹿生還是水生 龍族還是獸族 整間樹上Banada樹下扔巴巴的阿巴阿巴園 還是職場上是初而做日落還做的恐怖直立員 胚胎發育的時候都會重現腮弓、尾巴 如果用這些東西去做飯 那也可以叫它布拉瘦、布拉洞了 所以現在對布拉希應該有些認識了 它不是某種魚名為布拉希然後長這個樣子 而是多種魚等魚苗的縫合怪 那麼對於吃布拉希究竟有多長天害禮 應該解釋得通了 以前的農民不知道文物的價值 把挖到的陰傷甲骨聞到的龍骨拿去燉中藥 把犀牛角拿來做退燒藥 吃熊掌恐怖至極 吃魚刺剩下丟回海裡天理不容 台灣以前甚至有把溫和的巨人俗稱豆腐沙的金沙拿來做鯊魚煙 而吃布拉希的行為比起前面可能有過至而誤不及 吃魚苗就在整個海洋生態的墳頭蹦迪 根據水傘試驗所以及魚類資料庫 布拉希的捕獲方式通常是雙船拖網 有層大木繡網 有兩艘船在中表層水域拉開一張帶壯的網 網屋大小為0.2公分減方 捕撈年齡為2到4周 體長4公分以下 這是日本以前的捕撈的主要方式 這種捕撈方法量能大 容易造成魚苗混貨 日本早年就停止這樣捕撈了 台灣在1977年從日本引進雙船拖網 還將布拉希外銷給日本 而自己的魚貨量也從1977年開始直線下墜 類似的傳統美德在其他地方也有 現在的明治神宮的大鳥居1975年駿宮 貌似就是台灣丹大商1500歲的辯駁 其他人是如何對待自然資源呢 俗話說石油多的地方會自收鎂菌 即便自己產石油油業鹽 那也是用別人的 自家的能不用就不用 這點真的該學學 之前講的玻璃蠻蠻線 他們就是日本蠻的魚苗 蠻苗一圍可以賣到幾十元 甚至還有走私的問題 正是因為蠻苗 幾乎是我們獲取蠻魚的唯一方式 而這種撈蠻苗的段子絕孫捕撈法 已經快把蠻魚撈成冰尾了 所以蠻苗才這麼貴 日本蠻做的蠻魚飯才會這麼貴 價格是海蠻罐頭的10倍以上 吃蠻苗蠻比起撈日本蠻魚苗 這種行為的妖孽程度更升一策 根據農林水產省統計資料 東亞附近的日本蠻魚苗補貨量 和上個世紀比起來幾乎曾經斷來式下跌 漁獲量近年降低了90% 把日本蠻撈成冰尾物種 歐洲和美中蠻也一樣 那蠻苗蠻想想它是多少種魚的魚苗 有多少種魚會因為我們吃蠻苗蠻 捕撈蠻苗蠻的行為變成冰尾物種 甚至在不知不覺間直接野外滅絕 再者雖然捕撈日本蠻的魚苗 某種程度還能給日本蠻斷子絕孫 但是人們對待蠻魚魚苗的方式 那效率對布拉希可說是降為打擊 人們會將魚苗養大養成成蠻 不論是出口賺外匯或是本地食用 都是將每條魚苗的價值發揮到最大 比起給魚苗吃掉的飼料 整隻日本蠻的成蠻更有價值 所以現在你們看到蠻魚魚苗會怎麼做 直接吃掉嗎 不,是養大,出貨對不對 總是甚麼就別幹了 而對布拉希則是在他還是小魚的時候 直接吃掉 一份布拉希餐可能就有四五千條小魚 歐洲有日本蠻的近似種 歐洲蠻 成蠻的口感和價值比起日本蠻是低上一截的 早年歐洲西班牙附近大家不知道蠻魚的價值 也不知道玻璃蠻 蠻線就是蠻魚魚苗 撈起來就直接吃 就像我們吃布拉希 還成就了一道名菜 現在只能用其他魚取代了 中國在1950年代 日本蠻海很多的時候也是把撈起來的蠻魚魚苗拿去當飼料 如果換作是今天 蠻苗一隻幾十元就不能像吃布拉希那樣吃了 雖然魚苗的價格都是我們自己定的 但是魚苗作為生物的價值不是我們能衡量的 蠻布拉希正是把那些原本可以長大 長得更有價值的魚 在牠們連塞牙縫都嫌小的時候 胡倫村早的吃掉 還有這些魚苗 我們直接吃掉看似浪費 但總有人說 我們不吃牠 牠們在自然界也不一定的全都順利長大 牠們無法順利長大的原因不見得都是被我們吃了 也有可能被其他魚吃了 這正是牠們在自然界的作用 牠們是其他魚的食物 魚類的生殖策略屬於大灑網 產一堆卵 總有幾隻能活到成年 這種策略看似粗放 卻同時使牠們的魚苗能夠餵飽其他掠食者 海龜蛋為何總是集中在某一時刻孵化 因為只要掠食者吃不下了 剩下的就有活路了 如果人類大量補撈食用布拉希 不只被撈的那些魚苗斷子缺孫 還搶走其他魚類的食物 我們可以不吃布拉希 但其他魚類不同啊 牠們可沒有外賣 而撈走的原本可以當作炮灰的魚 就是增加其他生物被捕食的風險 到時不只是被撈的魚 連其他魚也要一起兵圍了 你說這種行為業障重不重? 聽到這裡 有沒有人不認同以上的說法 不認同的人請舉手 不論各位的原因是什麼 過去還真的有人不贊成停止使用布拉希 不論反對者是否就是那些 可以借頭不撈布拉希獲利的人 客觀一點 我也把反對的意見列出 反對的理由大致包含 布拉希不是200多種魚 布拉希就是耳尿魚 你不去撈牠 牠也無法長大 布拉希很遺痒 不吃牠我們怎麼辦? 我們一一來看 前面反對布拉希的說法主要是建立在 布拉希是200多種魚的魚苗 一旦我們大肆捕撈就意味著大多數的魚類生存堪憂啊 然而如果布拉希不是200多種魚呢? 反對者引用漁業鼠的說法 參編篇名為布拉希是什麼魚的問答中 漁業鼠定義了何謂布拉希? 捕撈布拉希的產業為墨苗漁業 沒錯的話 讀音為莫莉的墨、豆苗的苗 體長4公分以下體色透明的稱墨 4公分以上體色見黑 有銀色縱帶者稱苗 主要魚種為提科及飛科的載魚 提科就是類似於海綿寶寶的體魚 台灣近海捕撈的布拉希主要含三個物種 次公體、異業公體及日本體 而且反對者聲稱布拉希其實只有三種魚 而不是剛才說的200多種 故且不論到底是200多種還是三種 我們就先當它是三種 這足夠合理化來捕撈布拉希的行為嗎? 日本買一種魚 因為捕撈導致魚貨量大減 那麼三種魚也有可能因為捕撈了兵尾 不管是讓200多種魚兵尾 還是只讓三種魚兵尾 都是在傷害自然環境 不過目前這三種魚野外數量正常 保護狀況都是無為 關於布拉希不去撈它 它也不會長大 它會自然死掉 這裡在問答中已經提及了 布拉希它並不是很小的魚類 它就是其他魚的載至魚 未來是會長大了 台灣海洋大學教授李明安指出 官方說的三種提科魚類 並不是網路流傳長不大的魚 它們可以長到10公分左右 只是長大的大家不愛 反正是幼小魚苗沒有刺方便料理 大家才愛 如果不能長大 它也不會自然死掉 幾乎絕大部分的小魚 之所以不能長大 就是被其他魚吃掉 大部分的布拉希不去撈它 它也不是白死啊 那是其他大魚的餌料 關於布拉希對我們的營養 其中一個迷思就是鈣質 我們其實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 喜歡強調某種單一的營養 把它和特定的食物連結 例如吃布拉希補鈣 好像補鈣只能吃布拉希 台大醫院營養師郭月俠表示 要吃很多的小魚 補鈣效果才能等同一杯牛奶 而依見認為的優質鈣質來源其實是豆腐 吃小魚甚至不如吃豆腐 其實這類認為布拉布拉希吃布拉希的生命 很有可能是出自相關利益者 藉由布拉布拉希能夠獲利 我只不過是布拉布拉希 又不是要在天上的星星 不過分吧 布拉布拉希 布拉魚苗 斷子絕孫 魚類損失的只是命只是幾個物種 人類損失的可是白花花的銀子啊 2006年時曾經承諾2009年時進步 目前的方針是以有效管理取代全面進步 每年有連續三個月的禁魚期 日本約在1-3月 台灣5-9月附近 當然有人批評為何不立即禁止 而是暗部就辦 等到那時就沒魚了 不過從業者的角度來說 我現在不撈他們未來絕種 我現在不撈 我當場就絕種了 怎麼禁啊 2012年的時候 當選模範漁民的陳光仁在發表得獎感言時 趁機提到布拉希 從前布拉希每天可以撈到2000斤 現在越來越少 對著其他沿海的漁獲量也跟著受影響 早該全面進步布拉希 話還沒說完 就被主辦單位的漁會理事長黃毅成給打斷 認為他要說的是得獎感言不要偏離主題 隨即被代理會長 既是感頗重 關於布拉希到底是200多種魚還是3種魚 研究布拉希的學者立場大致和官方一樣 布拉希就是那3種魚的幼苗 不是200多種小魚 漁業界認為官方統計資料不夠完整 缺少長期可信的資料 許多人也提到混獲率 是指在漁獲過程中不是目標魚種 但被保留下來著 他們可能被丟棄 放回海底或任其滅亡 混獲也是布拉希是200多種魚的幼苗的說法來源 按照海洋大學研究 台灣周邊海域的布拉希 根據空間來看 在庚方方寮萬里及浮龍 以刺宮堤及葉宮堤多 淡水新竹以沙丁及刺宮堤較多 海中則以龍堤和刺宮堤多 根據時間 捕勞季節不對才會抓到其他魚的幼苗 在實施禁魚之前混獲率可以達到30% 實施禁魚期以後 混獲率可以降到10%以下 實施禁魚期之後 每年捕撈量約在1000公噸 只要避開其他經濟魚種繁殖器 就可以避免傷到其他魚類 有資格捕撈布拉希的船已經捕到400艘 核準也幾乎不再發放 少一艘4一艘 然而對自然資源的影響 並不是只定義3種還是5種 漁民在捕撈時不可能一條一條去辨別 一定會有混獲的情形 物捕率極高 可以高達20%到70% 網中不到一半屬於官方定義的3種耳料魚 可能超過一半都是其他魚種 相關業者與此議題也有利益衝突 無法客觀看待事實 即便有對魚市場做出稽查 看到也只是表象 那3種魚以外的小魚 早在收網或甲板上就處理掉了 一名裝性魚商提供照片給媒體 這些混雜的載至魚 你分得出有幾種嗎? 很多混捕的小魚 在船上批發時都會被剔除 僅留下刺工蹄、異業工蹄、日本蹄 這3種軀體見識透明的烏拉蹄 等到市場上時就產生了90% 都是那3種魚 只有10%是其他魚種的現象 除了那3種魚 到底有多少其他魚種的魚苗 被賤賣丟棄當飼料就不得而吃了 一位不願具名的台灣海洋生態研究者說 台灣的沿海資源就像爆肝的勞工 被壓榨了幾十年 每年放假3個月休養 沿海生態富裕 3個月根本不夠 只要不吃鵝料魚 就能夠吸引更有經濟價值的中大型魚類 到時那時漁業可能會更好 那麼你覺得布拉提裡面有可能繞到小比木魚嗎?